还是各位有在想这样值得吗 或者我们今天会听到一些例子 或者你脑中已经形成一些问题 我或许无法回答您的问题 但是我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有的经验 希望能够帮助各位地方特色产业的业者们 能够透过这样的经验有所启发 这个是罗亚河的照片 为了要发展新的国际市场 去发掘这是有利的 而不是只有单一的面向 我们要做更多的努力 这是我第一次到台湾 也是我第一次造访亚洲 似乎是离我的这条河很远了 我只想说我对于今天 还有我到台湾之后 所见的一切非常地印象深刻 我见到了很多人 也见到你们的文化 非常友善的人们 有意义的产品 事实上是非常宝贵的 文化商品也是很宝贵的 因为他们是要支持在地的设施 也是因为他们为人们 带来了有意义的生活 为他们的家人带来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也应该把这重要的经验与各位分享 精致工艺与文化商品 事实上在今天 这个成就化的世界是什么奢侈品 好或是不好 有的时候是看是能不能够负担得起 有时候我们要花一大笔钱 但是会带来给我们相当大的愉悦 像食品 葡萄酒 茶 或许在你们的国家 在你们家乡也有这样的文化 这也是我们在讨论 地方特色产业时 一个重要的考量 这些付费的文化商品 我们要如何去推动 让人们多更加了解呢 今天我们发现的 广线网络是可以提供一个很棒的机会 可以让我们去研发 仅仅以一个非常微小的财务投资 我们就可以让这个产品 还有跟全世界的人沟通 这真的是一个跨时代的革新 让我们可以瞬间与世界各地连结 首先我想要跟各位谈一谈我来的 我所来自家乡 我想从各位的经验当中呢 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是一个英国人 我身在伦多 但是我几乎成年生活都在法国 我在法国巴黎 担任在20年前担任重要的职务 这个是索米尔城堡 这是在罗瓦河谷 一个非常著名的云点 这是非常重要的地方象征 我住在这个小镇上 只有三万个镇民住在这里 我们所有的商品都以这样的名称在推销 或许各位有听过 在我们法国的策略 我们索米尔出产的葡萄酒 就是以索米尔为名 行销到全世界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或许各位也听过 在我们波多尔区 或者是香槟区出产 也都是以地方名称来作为 他们出产品的名称 所以这是我们在进行 地方品牌行销的一个方式 这是我们的罗瓦河这边的葡萄园 这我等一下会再提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葡萄酒产地在法国 这是很漂亮的一个修道院 是欧洲最大的规模最大的一个修道院 是离索米尔区非常近 我在此地做相当多的研究 因为这里是文化的中心 也有很多饭店餐厅聚集在此 我们也运用这样的一个地方 来发展地方文化产业 我等一下也会再多提一些 这是一个走道 这张图片呢 是我们在谈到罗瓦河谷文化遗产的时候 这是一个屋顶的结构 是我们罗瓦河谷的一种传统建筑的方式 这是我们一直想要保存的一种文化遗产 罗瓦河谷事实上代表了很多 很多法国的地方文化产业 葡萄酒食品旅游业文化遗产 还有很多的精致工艺品产业都在此地 这是一只大象 我们在南特城中看到 南特城是在卢瓦河为座下方 不好意思 我没有将地图放在简报当中 如果像我站在这里 我就是一个法国的样子 我的右手边就是罗瓦河 我心脏部分就是巴黎 不是非常精确 但是让各位对地理位置稍有了解 这个只大象是南特城发展的城市文化 他们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作者 叫June Verne 他写了一本书叫80天环游世界 这只大象就是让大家能够想起他的这本著作 这在南特城是非常受欢迎的 在大家开始之前呢 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 这是我花很多时间在协助中小企业在做的 这也是我们在开始做任何事之前该有的 这一切都是有关于我们的愿景以及策略 各位想想看我们如何去看待自己公司的愿景呢 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在五年十年之内想要销售的呢 如果我们现在销售了产品 那我们理想中的计划是如何 想要销售给谁呢 那我们公司要如何发展 什么样的地区 是我们偏好想要去销售 或者是我们产品会最受欢迎的 我们想要销售给对我们产品有兴趣 或者有热情的人们 所以在我们开始之前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审慎的去思考这些点 他们有自己的野心想要达成的目标 这些元素都是我们要思考的 中小企业必须要平衡的和谐的来推展一切的元素与方向 天空上有些云 不过在英国我们说呢 每一个云后面都有 都是代表了另外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澄清 去弄清楚我们的愿景 然后要让我们的产品拥有附加价值 让它能够销售出去 让我喝一点美味的台湾茶 不好意思 如果你想要将产品打入新市场 而且距离很远 你必须要去考量我们有多少利润 而且需要很高的利润 而且我们也要说到 我们必须要真的能够运销这些产品 或许距离会让我们产生困难 但是我们可以为特定的产品 产生这样的一个产能 或者我们也能够 我们考量到可能产能不足 我们要适应这样的市场 我们就要发展出所谓利涉市场的方式 或者您的愿景本来就不想要 扩展到太大广大的市场 毕竟我们是地方特别的产业 那我们就要聚焦在 我们想要发展的市场 以及产品上面 举例来说 农产品来说 在法国有一些农产品 是不适合成长的季节 不适合我们的葡萄 也就是葡萄酒去生产 所以它的生产规模就会变小 在去年有一个案子就是这样 当我们在处理这些天然农产品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考量天后 还有整个自然环境的状况 那我们要如何创造具附加价值的产品呢 或许我们会自问这样的问题 也许现在就在你的脑海中了 或许我们会想一想 我手上有特别的产品 要如何去推烧它 或许我们回想一下 有什么样在国家历史当中 我还没有用过的元素 或者别人会特别有兴趣的 尤其是远达而来的人 或者我们可以跟设计师合作 设计师是很有帮助的 可以让我们的产品 更加的让我们顾客了解 这是他们的重要的功能 他们会让我们的目标更加的清楚 你还要去思考 要如何去接触到这些文化的本质 这边有两个策略提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策略 要取决于说这个产品对你是独一无二的 或许您是使用了传统的技术 或加上特定的在地素材 来发展出的一个创意性的作品 这是一个例子 木雕还有玻璃在南特成一对夫妻 所推出的一个创作 刚开始他们是在处理有关于厨房厨具的产业 当然是豪华的厨具 不过之后他们想要发展外销市场的时候 就是想出了这样的新商品 结合了木雕以及玻璃工艺 或者在另外一个例子上 你的产品是对您所在的当地 是非常独一无二的 对你的文化也是独特的 你是无法去改变文化的 所以你不会想要改变葡萄酒 你想要将这个产品带到新市场去 你就必须要去创造出产品的深度 让顾客去能够与产品沟通 让他们了解这个产品想传递的故事 你是如何去欣赏或重视这样子的文化 都可以透过产品来传达 接着这可是一个大问题了 我们的目标客群在哪儿呢 我们要如何找到他们 在这个阶段 网界网路又再一次的证明它可用之处 我们可以在网路上实现非常多的理想 包括了要厘清我们的愿景 我们要让整个网界网路 人际网路更加有品质 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 有多么的忙碌啊 这个网路世界 有些人不太习惯使用网路 因为它还蛮花时间的 这是个问题 但是或许你可以想想 这是很值得的 我尝试将这些不同的网站呢 做一个整理 在中间的这里 这是类似一个拜访客卡 可以让大家呢 在不同的网页上介绍你自己 去定义你自己 也有很多提供内容分享的 这样的网站 就像我之前提过的案例 而且也有一些网站 可以让大家上传相片 下载图片 这个速度 传输速度很快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主动的po照片 也有一些网站提供你测试市场 还有发展市场的机会 在左下角 我想在今天下午 我们也会听到 这个类似像eBay这样的报告 可以让我们了解更多 这是你可以去测试产品的一个平台 尤其是在其他国家的市场 是以经济思考的模式来进行 那我们要如何让产品沟通更加有深度呢 我们的公司是用blogging 这真实是一个很小的生产葡萄酒的公司 但是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部落格 来告诉全世界的人 我们今年度生产了什么样的葡萄酒 还有我们的产品进度 还有当然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能够与这个世界 还有我们新的面下新的顾客 有所连结以及沟通 很重要的是呢 我们就可以在办公桌上完成这些工作 另外一件很重要的是 就是我们要能够去实地拜访这些地方 但我不可能走遍世界所有各地 但是很重要的是 有些地方你是非去不可的 因为相当的有帮助 而且会让你收益良多 这些可以反映到你的价值上 当然也会反映到您的产品上 在法国我们有一个组织 是集合了一些公司 然后将他们集合起来 在发展业务之前呢 先讨论我们想要去哪些地方看看 这也是另外一件 对我自己很重要的事 你能够想象产品 如果今天在世界其他地方展示的时候 能够替自己说话吗 它要为自己说什么呢 它要怎么去说 怎么去对在那儿的人说呢 我选了这个小小的案例 这是日本的产品 我在网路上看到的 你看看它的包装 这是一瓶牛奶 这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瓶 所以你可以看到牛奶就在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家公司 以一个非常自然天然的理念 来进行包装 让它看起来非常的简单 但不怪怪的是 为什么在这个瓶子前面有树呢 对于牛奶有什么关系 我想这显然的是 这应该是由在森林或林地上成长的 牛奶乳牛所生产的新鲜牛乳 接着呢在旁边也挂了一个小小的标识牌 让大家更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包装 还有它的产品内容 那这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产品 这是来自于罗瓦河 这是一个全新的产品 这是由水果还有巧克力 还有所谓的软糖 所结合起来的一个新的甜点 我们称为Blog de Sabe 这是我们所称呼的沙洲 在罗瓦河区你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沙洲 在下面这张图片上 在这个地区还有另外一个特色 就有非常多的这样的水果产品 所以这样子的白巧克力水果软糖 你可以它底部呢是草莓 然后中间有果仁 让你咬起来脆脆的巧克力 然后最后再用白巧克力把它裹起来 太好吃了 这个照片上你可以看到 它们如何包装来呈现这样的产品 它们有很特别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的 你看那具巧克力的形状 是个起伏的状态 是不是让你想起这个沙洲 而且在这个纸盒上 也有我们的这个在地的花卉 这是对我来说 一种会为自己说话的产品的案例 你必须要真的很努力去想如何生产这样的产品 毕竟呢 国际市场的范围是很大的 主要的品牌都花时间还有资源在包装上 所以我们要与它竞争 就必须要花费更多的努力 就像之前我们看到那瓶可爱的牛奶 能够为自己说话一样 然后 而且还要考量如何运输它们 接着我要以葡萄酒为案例 跟各位分享 或许各位在台湾人 也许和你们的茶文化很类似 这是让大家了解 这个葡萄酒的文化如何的改变 目前它几乎是一个全球化的产业 几乎所有人都喝过葡萄酒 但是市场成熟度确实不同 这是很重要我们要考量的 这是一个葡萄酒消费的地图 我想这个葡萄酒产业是进展非常的快 所以中国是另外一个新兴的重要市场 但在这张图上你可以藉由颜色的深浅 去发现最会饮用葡萄酒的人们 还是住在哪里 你可以看到欧洲的部分 还有南美洲的部分 都特别深 我想也许这跟当初法国人有移民到那里 而带来这样子的文化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他的地方也是有不同的消费量 所以我们在思考产品 是要能够融合不同文化的时候 你就要考量现在的市场如何 市场趋向如何 还有在新市场 我们要如何评估 那有些市场是很成熟的 我们要能够让他们了解新的文化 或是他们已经了解的文化 都要去努力思考 葡萄酒事实上是一种习得的品味 许多的年轻人他们是喝甜 很甜的饮料长大的 或许他们会认为 要尝试接受有一点困难 那所以我们必须要教育我们的客户 去认识这个产品 这是我们的罗瓦河区的酒 的葡萄酒 来自我们地区的葡萄酒呢 事实上种类非常地多元而广泛 而且是品质非常好的葡萄酒 能够产出不同的效果 这个是我们的产区分布图 会根据土质 还有当地的自然环境状况 甚至是当地的状况 甚至是当地的状况 来生产不同的产品 不同生产的葡萄酒 我们会有玫瑰葡萄酒 我们也会有气泡酒 所以有非常多很小型的酿酒商 他们必须要专注在一些成熟的市场上 来销售的产品 才能凸显他们的特殊性 并且锁定这个利基市场 而不是去做很多外销一些无益的 这些尝试 同时呢 他们也必须要深化 要如何去销售这些产品 所以人们在来到 在购买商品的时候 能够体会到他们是如何特别 那我想每个人都是有独特的 所以每个人都有适合的葡萄酒 这是一个葡萄藤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空间 这是墙上的洞 这是我们索米尔区的葡萄藤 它是从这个洞直接穿过来生长的 所以这样的葡萄藤甚至已经成为我们的国家文化遗产 这是一家小公司 他们在生产这样的葡萄酒 但是他们却可以有这样的成效 接着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案例 是一对非常年轻的设计师 他们位于南特城 他们有非常特别的辉谐的性格 他们也使用了传统的记忆来创作 他们很喜欢自己找问题来解决 他们也对于他们放很多幽默的元素在产品当中 也很乐于使用所谓的puns这样的概念 这个呢在英国市场非常地受欢迎 他们当初在设计时就很受英国文化所吸引 他们想要生产这样的马克杯 他们的想法呢是希望创作出一百种不同把手的马克杯 所以每一个马克杯的都有自己独特的把手 我必须要说这样子的产品呢 他们都完全是手工做 这是非常地了不起 这个是刚提过的这些马克杯 我们给它下了一个名字叫Mug Shot 现在我们是锁定英国市场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咖啡杯或是茶杯 如果你看到这个厨具里面的杯架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一个马克杯 那有趣的是呢 这个Mug这个字呢也是脸的意思 所以也代表说这是一个客制化个人性的产品 那事实上这个Mug Shot 事实上这个单字呢是我们在警局 如果你是嫌疑犯的话要照的这种特写照 那我们决定要使用这个媒体的关系 让年轻的市场能够更知道这个新的产品 那我们讨论这个计划 然后进行推销 所以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看这整体的行销包装如何设计 这个是马克杯上的 而能够告诉你这里有多么多不同种类的马克杯公邻选择 还有上面有号码 是100个当中的第几号产品 这就是他们在进行的很有创意的包装 他们在伦敦的时候参加很多的商展有成功的经验 成功的销售他们的产品呢 Paul Smith这个国际精品品牌 也采购了这样的商品作为圣诞礼物 所以他们也很感谢在英国有这样子的成就 那接下来这位年轻的女士 她叫Nellie她是一个质帽师 当她在制作全手工还有传统的这个帽子 是她的专场 她也希望在法国呢 我们法国女性只会在非常重要的典礼场合才会戴帽子 但是英国呢却非常的普遍 而不需要特定的场合才戴 所以我们决定建议她去锁定这样的市场 那她也她也与这个我们罗尔和当地的政府来合作 然后去参加商展来推销这样子的商品 然后协助建议或者是资商相关的经验 不过她发现她的帽子很难打入时尚的产业 也许这个是策略的考量 所以她现在是锁定特定的商店来销售 去找到她的目标客群 销售给他们 让他们能够了解双向的互相了解需求 然后知道他们认为好的产品是如何 这是我们的帽子文化 去年我花了一些时间来进行年轻的设计师 这边有六位年轻的年轻设计师 她们是生产制作时尚配件 不过是以这个纺织品为基础 这边有六家公司 Nellie Bichet 她是做帽子 Lulubella 是制作羊毛毡 Kakina公司 是制作鞋罩 是保护鞋子的一种配件 她是用布料制成 Elli是制作围巾 是给男士用的菲石菌 是制作织品珠宝的 Nellie Bichetan 她则是制作织品的领巾 还有吊带 这是我们想讨论 这些小型的公司如何去做创业 如果他们可以一起合作来创业的话 那有可能会成功 他们有类似的市场 类似的需求 他们也保有原有各自的特色与特质 所以他们就可以创造 为外销市场特地制作出来的一系列作品 所以就像是一个散状的集合 他们邀请了摄影师来为他们的作品拍摄专业的照片放在网络上 那后面是一个法国乡间的古堡 将这个产品与法国传统文化做连结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呈现出来的产品能够吸引人 他们也参加了一个非常大的商展 获得热烈的回响 他们遇到了一个商展中的业者 将他们的产品带到德国最大的一个商展进行展出 那我们要如何达成呢? 这是我们要延续之前所有的讨论 因为最重要的就是要起而行 我们要进行研究 我们应该要造访这些地方 我们可以跟家人朋友所有的人脉 谈一谈 我们也可以汲取他们的经验 他们参访过的地方是如何 我们必须要创造有意义的产品 他们必须要有故事性 而且这些故事性必须要能够与目标科学有所连接 你要想像如果我们做玻璃制品 我们台湾有特殊的技艺 可以制作很特别的葡萄酒杯 那我们就可以销售给大众 但是在这产品就会产生一种连结 那之前我记得我跟各位提到那个木雕与玻璃制品结合 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 他们也透过Facebook来连结 连结了在中国的艺术家 在一年之后他们交换很多意见 他们一起参加了国际的玻璃商展 也许在上海我有点忘记 那接着他们进行这个创作品的拍卖 他们都在脸书上面开启这一切的连结 我们必须要说一个独到的真实的故事 而且我们必须要帮助我们的顾客去了解商品 也要思考如何接续下去 能够提供最好的客户服务 然后让客户安心有信任感 而且我们要连结以及沟通我们的客户呢 是透过网路来进行 目前我想说的是在我结束之前 我今天到这里来是因为我真的深深的相信 我相信文化特色产品在世界上有重要的地位 他们是如此的宝贵 他们也是我们在推销和平以及世界的荣景 一个最好的方法 我真的相信也希望各位能够在台湾呢为基地 然后去推动你们的在地文化产业 谢谢